从国民弟弟到国民男友,从广告童星到当红小生,吴磊出道18年,一路星途璀璨,事业稳步上升。 在资本当道的娱乐圈,吴磊没有签约经纪公司,能取得这样的成绩,除了他自己的颜值和实力外,离不开两个女人,他的妈妈和姐姐。 吴磊的成林之路上,最重要的幕后工作者就是他的妈妈李红英。 当年要不是吴妈妈带着儿子参加广告试镜,他也就不会误打误撞地进入演艺圈成为小童星,更不会有后来的故事。 吴磊1999年,在上海出生,在成都长大。 儿时的吴磊活泼好动,喜欢模仿,非常讨人喜欢。 三岁那年,吴磊在医院哭闹时,被一位广告导演看中,导演邀请吴磊拍摄广告。 吴妈妈就是在吴磊拍广告的过程中,看到了儿子的表演天赋和对镜头的浓厚兴趣,于是索性辞掉工作,专心培养孩子。 在2016年吴磊工作室成立之前,吴磊所有的工作事务,大到挑剧本,筛选资源,小到跑剧组,搭配服装,都是由妈妈全权负责。 妈妈既是经纪人,也是助理,事无巨细地打理着吴磊生活的全部。 在吴磊18岁生日会上,吴妈妈特地为儿子录制了祝福语音,讲述了吴磊小时候在剧组经历的酸甜苦辣。 妈妈回忆起吴磊五岁的时候,自己领着他去剧组拍戏,下车后已经是晚上了,天气很冷,位置又偏,两个人四处找酒店,好不容易到了剧组。 小小年纪的吴磊第一场戏,就要穿着肚兜下水,浑身冻得通红,但却不寒冷,不叫苦。 再到后来,发着高烧,也要坚持到收工后才去医院看病,说起这些成长的故事。 吴妈妈满是骄傲,而台上的吴磊早已哭成了泪人。 这是吴磊,出道多年,观众第一次看到他在剧外流泪。 你让妈妈好骄傲,你让妈妈好心疼。 你十八岁了,有你自己想要追求的梦想,你是这么多人在为你加油。 无论未来怎么样,妈妈都希望你永远记得那些你走过的路,帮助过你的人。 带着一颗正直感恩的心,不断地成长,用更好的作品来充实自己的人生,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最要感谢的人是我妈妈,是自己的父母,真的。 我的工作室在去年成立,在去年之前,我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妈妈一个人。 一个人带着我,走完了全别。 吴磊小时候的角色多是配角,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,剧组也不会额外管照, 吴妈妈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。 那时的吴磊就暗暗发誓,未来一定要让剧组的所有人都尊敬妈妈。 如今,演艺事业风生水起的吴磊,早就实现了当初的心愿。 吴磊和妈妈的故事原本是段母慈子孝的温情佳话,可却渐渐被网友解读出了妈宝的意思。 原来,在一次采访中,吴磊被问到择偶标准时,说要找一个会做饭的,像妈妈那样的人, 但一般的追求者都到不了妈妈那关。 后来,又多次在采访中提到,如果交往了妈妈不喜欢的女朋友,自己会放弃, 以及未来的女朋友一定要讨好妈妈。 这些言论被拼凑到一起后,吴磊妈宝男的形象仿佛立住了。 不过也有粉丝解释,说这些都是吴磊未成年时的采访,孩子只是孝顺罢了。 在吴磊成年后,陪着他东奔西走的经纪人不再是妈妈,而换成了亲姐姐吴磊, 这也是他成名路上第二个重要的女人。 说起亲姐姐吴磊,网上还有很多段子。 有一次活动中,吴磊正在台上等待拍照,突然有位黄发女子冲上台, 贸然翻开了吴磊的衣领。 看到这一幕,粉丝们还以为是私生犯作祟,谁知被强迫扯开衣服的吴磊不但不生气, 还冲着这位女子露出了一丝宠溺的笑容,指责她是故意的。 后来,大家才知道,这位冲上台的女子不是别人,正是吴磊的亲姐姐吴磊。 网友直呼,也想体会姐姐的快乐。 这几年,只要有吴磊的场合,就能看到吴磊的身影。 无论是吴磊跑通告,还是现身机场,吴磊总是会默默地出现在他身后,贴心地为弟弟服务。 不过,姐弟俩也因此闹出了不少乌龙。 2018年,吴磊被拍到跟一个女生一起出入电影院,两人举止亲密,还十分高调地在人群中热情相拥。 就在广大吃瓜群众以为吴磊弟弟要公布恋情时,有网友发现照片里的女孩还是姐姐吴磊。 吴磊和姐姐只差四岁,所以两人也像其他姐弟一样,总是相爱相杀。 吴磊会吐槽姐姐影响自己打游戏,可在外工作找不到姐姐时,又会慌乱地给姐姐打电话。 这么多年,吴磊在妈妈和姐姐的照顾下成长得不错,情商高又敬业,是个好演员。 在娱乐圈这个大染房里,家庭是管理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吴磊,可他终究不如正规的经济团队专业,尤其体现在拉资源和挑剧本上。 狼牙榜之后,吴磊参演了近十部电视剧,但大部分评分都在四分左右,电影方面更是坎坷,不是发行公司倒闭, 就是上映三天撤档。吴磊的家庭团队总是为他选一些玄幻题材的剧本,看上去是中外明星云集的大阵容,可一点也不接底气。 不仅如此,家庭管理还给吴磊惹过大麻烦。 2020年,电视剧《张公案》筹拍,传出消息吴磊和景博然共同出演,但是还在筹备阶段,就传出了吴磊四番的传闻。 传说吴磊必须要坐定男一号的位置,排名必须在景博然之前,而那时外界普遍公认,吴磊无论是名气、人气还是资历,都还没有到一定要做第一把交椅的地步。 而吴磊方面,所谓四番的举动,导致这部电视剧的制作方腾讯不满,认为吴磊不配合工作,几乎封杀了他在腾讯平台的所有资源,就连他参与主演的电视剧《穿越火线》的宣传海报上都把吴磊去掉了,吴磊损失惨重。 而坚持要四番的,据说不是吴磊,而是吴磊的妈妈。 因此,吴磊的部分粉丝也认为妈妈的判断和管理团队的能力,可能都存在不专业的问题。 的确,从吴磊起起落落的资源可以看出,他的发展的方向和定位一直都不是很清晰。 他的家族团队虽然亲密无间,信任度满分,但是妈妈和姐姐都不是专业经济管理人才。 不过即便如此,吴磊完全没有更换团队的意思,即便他的家庭是管理,深受诟病,也架不住续人之间的信任与挚爱。 至于吴磊的前途如何,要看他自己的努力,也要看妈妈和姐姐的能力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